禁思书轩从2000年开始在马来西亚 槟城成立第一家店 如今已经有107家 这个被誉为社区的客厅的书店 不只是许多民众沉淀心灵的地方 包括在书轩里头工作的员工 也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像是在新山禁思书轩服务的张仁豪 过去总认为工作是为了生活 但是后来来到书轩工作之后 他找到更值得他付出的职业 如今他参与志工培训 未来走的路是直至合一 迎着晨曦 张仁豪踩着他的自行车 展开忙碌的一天 刚出来进思书轩上班的时候 我是驾着摩托车的 就在那个时候就有读到 我们正言上的一本著作 是叫做《倾品之福》 里面就有一个故事 就让我可以有一点改变掉 我这个可能以摩托代步来上班的工具 29岁的张仁豪过去为了生活而工作 后来一次音乐计会下 从此计约看上 被这些话给深深吸引 就是这样的态度 两年前张仁豪进入新山禁私书轩工作 开始发挥他的专长 他很爱看书 所以他会跟顾客去分享 他觉得数研里面可以跟顾客分享的书籍 或者内容 甚至会跟顾客多聊购物之外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数研童能能够扮演的角色 勤奋负责的张仁豪 做事紧紧有条 如今还参与志工培训 希望做到直至合一 仁豪师兄是一个很勤奋的同仁来的 白天他上班发挥良能传道 放工过后他也有去做这个方式 做环保 就是让灰命增长 其实我们近时书轩 一直有这个15周年的发展下去 希望还会有多两三个15年 继续为近思书轩服务 张仁豪对近思书轩的未来充满期待 这份动力也将让他在工作上更得心应手 大爱新闻 郑正昌 谢九龄 马来西亚报道